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篇现已正式开通频道回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一个50岁男人说 经历了这么多 真正爱在心头的女人还是原位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都说男人是视觉动物 但是能力一般的时候 能有个老婆孩子热炕头 就会让他非常满足了 可是随着男人的腰包鼓起来 男人的欲望也就开始膨胀 膨胀的结果 自然就会反映到婚姻里 对自己的原配妻子 越看越不顺眼 越看越觉得 他配不上自己了 那么原先的海誓山盟 原先的恩爱 就再也不复存在了 当然男人也很狡猾 明明是他喜新厌旧了 但是他还会给自己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 比如他会说 当时是不懂事 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而现在说他懂了 所以现在要去寻找真爱了 结果呢 兜兜转转好几年 已经种种他才发现 他以为骗过所有人 但是最难骗的是自己 他所谓的真爱 压根就是净花水月 然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生活把他再次打回原形 他这才明白 谁才是真爱 谁才能够给他真爱 谁才是真正让他 爱在心头的女人 可那个时候再想回头 已经没有可能了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 前几天留言给阿豪 说了他的经历 他说的现在很后悔 虽然事业少还算是成功 但是内津却是空空的 人到中年 勿然回首 才发现真正住在 他心头的女人 还是和他同甘共苦的 原配妻子 他很想和原配妻子复婚 希望能够得到 原配的原谅 可是原配根本不利的 而他现在之所以 要把他的经历说出来 也就是想给那些 朝三暮四的男人提醒 珍惜眼前人 幸福有的时候 就在身边 不要弄丢了再去找 因为那常常会 再也找不到了 就像现在的他 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他说三十年前 他还是一穷二白的穷小子 没什么学历 那个时候 还不怎么流行打工 只能窝在家里 他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正常情况下 像他那种条件 想娶妻子是很难的 当他把他领回家的时候 全村人都说 是走了狗屎运 他家那个条件 居然还能有女人跟他 他和她是初中同学 他没有嫌弃她的贫穷 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她 那是1991年 他和她结婚了 婚房也只是一个偏房而已 连成二八点的唐屋都没有 可他并没有意见 他说当时他也是真的很感激他 发誓以后一定要赚钱 来回报他对自己的爱 在结婚第二年 他决定出去闯荡 他还是有些小聪明的 脑子也好使 他说现在啊 回过头来看看 那个时候赚钱 真的比现在容易多了 那个时候只要自己肯吃苦 再加上有点头脑 赚钱太容易了 他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自己从承包较小工程的人工 慢慢地发展到承包较大的工程 到最后他开始包工包料 规模是越来越大 他的钱也是越来越多 同事多出来的 还有他的欲望 他开始对他一穷二白的时候 就嫁给他的原配妻子 另眼相看了 他说当男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 这种想法就像杂草一样 在心里猛涨 他开始膨胀 觉得自己有钱了 就觉得身旁 兔里巴基的他 怎么都不入眼了 他觉得怎么也要找一个 城里的女人尝尝 他已经那么成功了 他早已没有了 共同语言 他坚决要和原配妻子离婚 他觉得现在自己有钱 在城里也有房子 两个儿子肯定也会跟着自己的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全家人没有一个站在他这一边 两个儿子说什么也不跟他 宁愿在家里过苦日子 也要跟着妈妈 他想 也许孩子还小 黏着妈妈 等过了几年 他总会主动找到 这个有钱的老爸的 所以 他可不想被要挤 就干脆不要孩子了 那一年 他四十岁 他还算有良心 分了前夕和两个儿子不少钱 婚自然就这么顺利地离了 然后 他就开始自由自在地 黄金诞生汉的生活 他尽情地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然后他身边的女人 换了又换 但 总是一开始的时候 心鲜感十足 可每次交往的时间都不长 因为他不傻 最后 他发现那些跟他的女人 眼里只是盯着他的钱 也许是年龄大了 也许 是也累了 也许是身体最近出了不少状况 乱花丛中过了那么多年以后的他 竟然有些身心疲倦的感觉 他前妻在和他离婚后 并没有再婚 而是用离婚的来的钱 在县城买了他房子 然后开了一家干洗店 两个儿子在县城上学 后来一个儿子考上大学 一个儿子最后 还是跟着他学做工程 这个时候 两个儿子也都已经结婚成家 也许真的是年龄大了 他渴望那种海姨嫩孙的生活 可是考上大学的儿子 仍然没有原谅他 虽然他出钱给这个儿子买了房子 可和他并不亲近 他现在脑子里 时常想起前妻在家 日夜操劳的样子 他想到 他的前妻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跟着他挨过的那些艰难 岁月 想到他的妻子 第一次去超市里 买回来的 是他一直不舍得买的一瓶好酒 他还想到 那年他被别人骗了一笔钱 是妻子奔走娘家 为他借来的厚厚一打钱 这才让他起死回生 太多太多了 他真的是老了 不知道为什么 前妻的好 就像电影一样 一幕一幕地 在他脑海里自动循环回放 他说 不知道前妻能不能原谅他 就算是不原谅 他也是理所应当 毕竟做错事的是他 他联系了前妻几次 每次都是拿孩子做游头 前妻根本不理他 他就去翻一翻前妻的朋友圈 看那熟悉的影子 和久违的笑脸 他的每一幕幸福 就像真一样 刺痛他的眼睛和心灵 他最后说 男人真的不能飘 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点钱 就迷失了方向 不要像他一样 到了这个时候 才发现让他爱在心头的女人 是那个和他同甘共苦的前妻 他想和他一起 少年夫妻老来伴 恐怕只能是实心妄想了 看到这个故事啊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男人还算有点良心 然后感慨说 真爱难寻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真爱明明就在身边 却被人们忽视 所信的是 这个男人终于会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在阿豪看来 才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不过是男人在不同的时期 她的需求在变化而已 记得窝居里 宋太太曾经说过一句 经典的话就是 因为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早就该明白 男人都是一样 年轻的时候需要垫脚石 中年的时候需要强心针 晚年的时候需要跟拐棍 吃花用在这里超级合适 年轻的时候 男人条件差 没得选 那就选一个爱自己的 这样就会心甘情愿地 做自己的垫脚石 为自己的事业发展 定定基础 而后来钱多了的时候 自然不会觉得 眼前的这个女人 是值得自己 珍惜一辈子的真爱 可能还会觉得 是个累赘 恨不得希望这个女人 早早地离开自己 因为她 志得意满 家里的女人 却再也燃烧不了 她内心的火热 与激情了 最后 年纪大了 走不动了 可能劳无所欲了 才想起 只要她的前妻 会心甘情愿 做她的拐棍 那些给她火热激情的女子 都如鸟兽散去 她有啥真爱呢 她只真爱她自己 所以 之所以 她现在被前妻的朋友圈 刺痛了 根本不是因为她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她再也折腾不起 所以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太自私的人 自然 这样的结果 也是她周游自取 前妻不理她是对的 谁还会在同一个地方 再跌倒一次呢 再说了 她把火热的青春 留给了别人 凭什么把 衰残的晚年 留给我们呢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阿豪 私信交流哦 期待 与你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